中油海外探采有了成效 在非洲查德矿区 95万头原油的首艘运输船 预计在12月就会抵台了 不过这个时候就爆出 中油在非洲查德矿区的经营权岌岌可危 因为中国华信也握有35% 未来如果华信从查德政府再多取得股权 那么中油的经营权就有可能会因此拱手让人 不过对此中油强调 经营权是没有问题的 中油在非洲查德矿区开采石油成功 但查德矿区股权 中油和中国华信持股比例都是35% 如果华信从查德政府再取得部分股权 中油的经营权就可能被夺走 我方是谁拍板定案 我们现在在调这一段时间的所有的一个过程 你为什么不敢讲 因为当时包括我董事长 直营长 副总都不在这个位置 原本中油愿意转让的股份 内部建议只有28% 最多33% 最后却在206年的9月和中国华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1.14亿美元取得35%的股权 中油跟华信签的一个转让合约 非常明确的载名 中油公司就是金英人 合约期限是25年 那25年到期了以后呢 还可以是实际的需要给产年25年 不止被爆出双方是在堵桌上搭上线的 而且华信还和同派立场鲜明的 白狼张安乐合作成立公司 为什么当时要找这个 中国具有这个中资背景的这个华信 国际上这种开发会分散风险是常见的 在华信之前有开出条件来问相关的其他国家的 有没有愿意来参与 那最后是只有华信 虽然中油强调第一船原油运回台湾时 足以证明台湾中油掌握经营权 外界质疑将不攻自破 但中国华信未有35%的股权 中油在油矿经营权确实得小心谨慎 记者燕林立民家台北送到